你也是iPhone mini的爱用者吗? 这一集来看一下iPhone 13 mini的最新消息 嘿大家好,我是蝶爸 在上一集有跟大家聊到iPhone 13在规格上的一些更新 包含了刘海变小 侧边按钮的一些变动 还有为了让生冷效果更好 加入散热片让机身变厚的部分 那最近在iPhone 13 mini又有传出新的一些渲染图出来 那因为我自己是使用iPhone mini这个规格 所以对于iPhone 13 mini是非常期待也非常有兴趣 今天就要跟大家一起来看一下iPhone 13 mini的最新渲染图 看看他在外观上有没有新的一些设计在上面 好,那我们就开始来看一下iPhone 13 mini吧 这次iPhone 13 mini刘海的部分会跟13Pro跟Pro Max一样 稍微往内缩一点,但是很可惜它还是没有完全的消失不见 那在iPhone 13 mini萤幕的部分 据目前为止国内外的资料应该是会使用LTBS面板 那就是会比之前的OLED萤幕更省电,画质更好 再来就是处理器的部分 预测是使用A15仿生晶片 那我自己也是蛮期待跟预测一下 Apple有没有可能把它自驾全系列产品都使用M1晶片 这样的话iPhone 13 mini也有可能加入 强悍的M1晶片的阵容 再来是镜头模组的部分 这次在新设计的镜头有稍微变大了一点 据说是为了让超广角镜头更进化 从5P镜头变成7P 那也提高了它的光圈从F2.4到F1.8 这样在夜拍的画质上会更加提升 那也因为镜头变大了为了让空间摆放更好 它变成了斜对角的方式排列 那这次iPhone 13系列的相机镜头有可能会整合成一整个模组 看起来不会那么的突兀比较有整体感 那iPhone 13 mini整体的美感就会更好了 那iPhone 13 mini在颜色的部分跟今年春季发表会所发表的iMac一样 预测是会推出7款颜色 其中也包含最近推出很夯的颜色紫色的部分 好以上就是跟大家分享一下iPhone 13 mini最新的渲染图跟一些外观 那跟我一样喜欢使用小手机的使用者 应该也非常期待12 mini的后续几种13 mini 那在发表会之前有更多iPhone 13 mini的最新消息 也会在频道这边跟大家分享 那这一集影片就到这边结束 如果你觉得还不错的话 别忘了订阅我的频道 并打开小铃铛 那我们下一集影片见 谢谢大家 拜拜